Python本身不像Excel的VBA Excel本身就可以拿來當資料庫 也可以拿來存資料 所以呢 假如說你今天用Excel開一個新檔 就有點像 那個用資料庫裡面的開一個新的資料庫 那那個底下的work sheet 工作表的話 就有點像什麼 像那個 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的話當然有很多欄位 所以假設我們今天如果要練習一個 在Python裡面 要能夠 新建 第一個我要能夠新建一個新的資料表 第一個資料表有點像Excel裡面開一個什麼 開一個那個工作表 開一個工作表之後的話呢 再來 不過Excel的概念這樣 反正我先開給你 我就給你很多欄 你隨便放沒關係 但是資料庫不一樣 資料庫是說 你如果開一個資料表 之後呢 你要先把它做規劃 就跟你買房子一樣 它裡面可能沒有隔間 但是你要先把它隔間一下 你要隔成幾間房間 住幾個人 你要先跟他講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呢 利用呢 像底下有一個seql語法 create table 那因為你要跟資料庫溝通 你要 學會 叫做seql語言 Excel seql語言 那比如說我要建立一個資料表的話 在那個seql語言裡面 就是seql語言裡面 你就跟他講說 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呢 後面這個敘述可有可無 這個可加可不加 if not exist 意思就是如果這個資料表 不存在的話 哪個資料表呢 table01 這個資料表 如果不存在的話呢 再去做create 如果呢 已經存在了 就跳過 OK 不過這三個字是可有可無 但是如果你不加的話 會有一種情況 就是你第一次執行OK 可是如果你 第二次執行的話就掛掉了 為什麼呢 對已經建立了 所以呢 等於你已經建立了 你再建立他就 這個這一行就掛掉了 OK特別注意 所以加這個 還是相對保險 那什麼時候可以不加 就是當你可能 啟動的時候呢 會建 但是你結束程式的時候 會刪除 刪除 資料表 就叫 Drop Drop Table 所以你如果說呢 要刪除 Create就是建立嘛 Drop Table 哪一個table的話 那就是用Drop 如果你結束的時候把它刪掉 那這三個字可以不用加 不過理論上加一下還是比較保險 因為加了之後不管有沒有反正他就會先幫你判斷 所以等於是那個SQL 依法會多一個判斷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要加總共有兩個欄位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要建立一個簡單的系統 比如說一個是數字 Lumber 一個是電話 可能是 會員編號 編號跟 電話好了 我們先用一個簡單的 等一下你們也可以 把它改成什麼 像我們之前有個會員 那個會員系統嗎 有沒有 之前有做一個會員 從那個網路上我有放一個 雲端上面有放一個會員系統 會員的資料啦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如果說我今天 待會也許可以 練習就是 如果我希望把那個檔案跟資料庫結合 比如說我今天呢 就是直接從檔案 讀資料進來之後 自動幫我新增 到資料表裡面 要怎麼做 不過我們先從簡單開始 如果說我今天只要練習 要建一個空的 資料的話 那我後面就上面這一行是 建立一個table 下面這一行是新增一筆 新增一筆的語法 其實無論是哪一種資料庫 反正語法都一樣 insert into 哪個table 上面一定要先建立嘛 所以上面是這樣 他就建立一個table 裡面有兩個欄位 兩個欄位裡面的話你可以 把資料丟到他底下 所以他 一筆的話呢就一筆Rake 一筆Rake裡面一定要兩個東西 一個是 我們前面講的這個欄位 裡面一定要是Integer 就是一定是數字 那 後面這個欄位的話一定是Test 文字 所以你把這個文字 塞進去之後的話 insert into 那他就怎麼樣 他就幫你寫進去了 那你要怎麼去執行剛剛這兩個語法 特別重要就是底下一定會有Excue Excue就是去執行的意思 執行意思就是呢 跟 那個資料庫溝通喔 有點像打電話跟他講 你 那個幫我先新增一個資料表 好啊 可能 第二通電話跟他講 你再幫我新增一筆記錄進去 啊 底下的話有一個叫Comming 因為Excue 他只會幫你執行 但是確認喔 他最後final 你確定你確定了嗎 好那我確定就幫你寫進去 就是Comming 所以你最後如果說 你有Excue 但是沒有Comming的話 他只會暫存 不會寫進去 所以最後有一個Comming 確認喔 OK 然後呢 再來把它 連線關掉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 而且這個邏輯 其實 其實無論是不是 Python裡面的SQL line 其實VBA裡面的ADO啦 或者PHP 其他語言其實大概 的觀念是一模一樣 而且語法也是幾乎一模一樣 沒什麼變動 所以如果你要在其他語言做這件事情 都一樣喔 即便是R啦 或者是其他Java 其實也都沒有 都差不多 那只是差別就是說 我們用的是哪一個 哪一個 一個module 一個模組 所以這邊你會發現喔 這邊上面有個import SQL 3 意思就是 我是用這個SQL 3 幫我去 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一個connection connection是連線到 這個資料庫 那資料庫的名稱我叫做 Cursor01.db 然後呢 Cursor裡面 這個connection 第一個 connection基本上呢 是跟資料庫 連結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有點像一層一層的 先connection 那Cursor的話呢 是跟資料表 所以資料表跟Cursor OK 那 紀錄的話呢 就是我們底下會建那個 兩個欄位 所以 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資料庫 資料表 欄位 我想我們以前講 反正以前有上過我其他課 應該 講來講就差不多東西啦 那我們如果要實作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請各位 一樣 就是在那個 我們的 Python裡面 然後程式這邊都有 我們可以找到 一個 也許你先 先按右鍵一樣 新建一個 Cursor01 的練習 然後把程式 把它 把它先 就是 輸入上去啦 再來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這個Cursor01.db不存在的話 假設我把它刪掉 喔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它不存在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加 所以我覺得這個 用資料庫的好處 不像剛剛那個 我們帳號密碼管理系統 沒有Password.tsd 掛掉 但是 那個資料庫不會 它如果不存在 它幫你加 OK 所以這一點 還比較貼心一點 好 那再來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 試一下有沒有問題 基本上啦 反正它的動作一定是 建一個資料庫 建一個資料表 建兩個欄位 輸入一筆記錄 應該可以懂那個道理啦 以後呢 反正你如果這個過了之後 後面就簡單了 反正後面就是 就是照這個方式去做 只是說 我們待會可以變化 假如說會員資料 我 從 檔案讀取 可能有 四個欄外 五個欄位 反正又建了嘛 一個羅伯爾坑 一樣建資料庫 資料表 然後呢 再把資料填上去 可是要跑個回圈 把資料讀進來 塞進去 那 這個地方的話 我已經建好了 你會發現喔 這個 柯舍 這個什麼 我這個名稱好像沒改 我把它改成跟這個一樣好了 重新命名 我一樣叫柯舍01好了 我這程式好像沒有改到 我們這邊 我把它改成就是用 柯舍01好了 把它執行 執行完之後 他不會有任何回應 因為我們沒有print任何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柯舍01有沒有出現呢 按F5 重新更新一下 好你會發現喔 這邊應該會出現 柯舍01 好 那個db 看他會放 這邊 那不過會有個問題喔 即便是有那個柯舍01出現 你要直接把它打開 假設啦 這個好了 假設我這邊 你會發現這邊是亂嗎 那所以如果你要把資料庫打開的話 他不像檔案的檔案相對的比較方便一些 如果你要把資料庫打開的話 可能還要透過另外一個軟體 那個軟體喔 你們可以再到那個雲端上面看一下 我這邊有放一個就是 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應該是在哪裡呢 補充資料吧 補充資料裡面的話有一個叫這個 Seqlite的browser這個 Seqlite的browser 意思就是說呢 有點像 假設你用 SS資料庫建立一個 資料 資料庫嘛 那如果你要把它開啟的話 你不能直接把它點兩下 你必須安裝SS 不過我們這邊不用安裝 這個Seqlite的browser 它有好處就是 它是免安裝的 你只要下載之後解壓說 再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可以把它解出來 裡面的話基本上你把它解出來之後 它會是這樣的畫面 那你可以藉由什麼呢 藉由這個open 去找到那個你剛剛建的那個cursor01 把它開起來 你可以看到裡面你新增的東西了 OK 這裡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 執行 不過執行我發現跟那個檔案一樣 它在根木屋底下看得到 這個根木屋底下可以看到cursor 這個cursor01的.db的 檔案 可是它 這邊好像沒辦法一直更新還是出不來 可能要重開吧 不管反正就是有 建OK就好了 所以建完了OK了 那也會幫我產生一個什麼 一個 一個資料 SQ 我剛剛是把它 OK好 那跑完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呢 它這邊會多一個 這個欄位 unique 所以你會發現 它會告訴你說unique unique什麼意思呢 因為呢 我們的那個lumber那個欄位有沒有 這個已經存在了 所以如果說呢 你再執行一次 因為key 就是欄位 第一欄 通常是key key的話是不能夠重複的 就跟你身份字號嘛 所以怎麼辦如果你在執行的話 你可能就要把它改成3 改成4 一直類推 不然的話它會一直出現錯誤 unique 這邊又有了 所以 可能如果已經有了有沒有 你就要改另外的數字 不能重複就對了 fail OK 再來的話 我們要確認說 有沒有 把資料寫進去的話 你可以利用剛剛講的那個工具 哪個工具呢 這個sqlite browser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它的畫面大概長這樣 其實它的 操作非常簡單 一 就是去open open什麼呢 open你根目錄 底下的那一個資料庫 我是放在低疊底下的那個 python這邊 把它找到pi p1裡面 這邊有個什麼 剛剛建的那個資料庫 那副檔名我的習慣是用點db 不過這個副檔名點什麼 其實 沒有關係 你用其他的 OK 那我點db把它打開來 選它之後按開啟 那你可以看到 開起來之後 它會分成三個頁面 第一個頁面就是說 在這個 Database裡面呢 有幾個 table 就資料表 可能假設你有一個 就顯示一個 如果你有多個 它就會顯示很多個 OK 然後 然後 這邊的話呢 就是 table01 的table 然後裡面有兩個 兩個欄位 兩個欄位的話 一定是integer 它的type 而且primary key 是不能重複的 後面有跟你講 是一個 那個 它的那個 它的語法 我們之前的語法 它會顯示出來 那再來的話呢 那再來 我要 知道裡面到底寫什麼資料的話 你會發現喔 這邊會出現 剛剛寫的一筆 兩筆三筆 我有改 它好像有加進來 二三四都有 所以二三四 再來也許 你可能要再 不重複的話 你可能用五了 因為它剛剛已經有寫過了 可能我剛剛沒把它刪掉 這邊的話五 就不會有錯了 為什麼 因為 這邊的話 它就 就會多一筆 可是多一筆的話 一樣啦 如果說 你要讓它重新更新的話 可能 印象中 我想這邊有沒有重新更新 View 它有沒有refresh 還是說按F5 看一下 它如果切一下 它自動有沒有 剛剛那一筆又新增進來了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 在Python裡面新增的話 那你要看喔 你可以直接從那個 SQLite Browser裡面看到你新增的結果 切一下就OK了 裡面可能有個問題啦 就是說你這個key 只要有的 特別注意喔 就不能重複 不過 你會想說 老是那這樣很麻煩耶 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呢 那我要每一次每一次都要自己key邊號 我怎麼知道key到哪個邊號嗎 所以喔 請你改版 改哪個版呢 第二個版本是 也許我把它複製變 Cursor 0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在你的SQL語法 Create Table 都一樣喔 關鍵在這裡 這個number這個 栏位裡面喔 你只要多增加一個字就可以了 叫 Auto Increment AutoIncrement是什麼呢 自動什麼 自動增加 其實是自動增號的意思 意思是說 我不想管這個栏位 這個栏位 反正你就自己幫我增號 也許你現在5啦 自動變6 自動變6 自動幫你加1的意思啦 然後呢 後面一樣 就 那再來的話呢 你Insert In2 這個第一個不一樣喔 第二個不一樣呢 就是說 你在將來Insert In2的時候 你只要給 電話 Lumber內蘭不用 有沒有 這個地方呢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來試一下 那當然 乾脆把這個改成 科蛇二算了 我重新建一個 那你會發現如果執行喔 把它執行第1次 執行下去 按OK 你會發現執行他不會有錯誤 表示OK了 那可是第2次我可能要改一下號碼 12345678 假設隨便 改一下 只要有改就好了 那我不用管編號再執行 第二個 第二筆 然後再隨便再改一個 假設我隨便試試 3筆好了 OK 好 那我都沒有輸入編號喔 他會幫我自動新增呢 我們做完了三個 再來我們一樣呢 如果要知道到底有沒有寫入成功 這個時候還是必須利用 這個東西啦 不過相較於那個VBA VBA是直接寫到Excel 直接看得到 但是沒有沒辦法 只能用外部的工具 然後把它開啟 開啟之後的話 一樣找到Cursor 2這個 打開它 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的話呢 我寫這麼多筆 我剛剛可能沒有三 我切過來看一下 Table 01 一樣 語法裡面會增加這個 Auto Incruitment 切過來看一下 所以剛剛已經有新增這麼多筆了 可能我在 前面已經有練習過了 先缺了沒問題 不過你想說 這個還是有點麻煩 為什麼 因為你每次都要改這裡 所以你可以再把Cursor 02改成Cursor 03好了 那我是 把剛剛的版本 增加一個什麼 用什麼 用Input 比如說我要輸入的話 不用改程式啊 我直接怎麼樣 把它用 請輸入電話號碼 把電話號碼先填到這個變數 再把這個變數 丟到這邊來 OK 那最後的改版就這樣 就是 如果我這邊Cursor 一樣是Cursor 02好了 丟到Cursor 02裡面 然後呢 我直接怎麼樣 執行的時候呢 請輸入電話號碼 那我就直接在這邊 隨便輸入一個 電話號碼 Enter 他就幫我加進去了 那我可以在這邊看一下 這邊當然一樣 切過來 切過去 又多一筆了 這我剛剛輸入的 所以 有 三種變化 應該可以看懂吧 第一個是 最原始的版本 這邊沒有加AutoIncrement 第二個版本是 我們 在這邊加一個AutoIncrement 然後呢 給電話 就好了 那可是這個電話呢 每一次要填很麻煩 所以我在 再改版 變成呢 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電話在這裡 所以三個版本 畫面先給各位試一下 好